所以你現在講的事我覺得很莫名其妙 都不合鑼叉也不合歷史 他們做了一節奴團聽到報告 現在做到全陸政協委員 你知道香港有126個全陸政協委員 另外大概有80個左右透過大陸 什麼婦女界、經濟界、科技界、文藝界 就是出線的,加上人200個都有 全中國有2,240多個全陸政協委員 2,900多個全國人大代表 香港有36個 我覺得對於這些問題上 我們有一個見解 就是責任重於榮原 不要因為覺得這個陷阱給你的 爺爺吹雞全部跪梯 所以祖兒姐只懂得歌功做得 這個不合適 這個不合適 法徐利泰說到 美國就不應該接戚其妃 這完全不合適 郭坦東自己都說 批評與次 我批評就是三大作風之一 批評就是接戚其妃 對不對 怎麼不可以接戚其妃呢 所以我覺得 比如說 想著這個 所謂這樣的 術理念的時候 所以比如說趙連海事件 我寫這個 去評審如春 前晚趙連海打電話來跟我談了一個半小時 對不對 就是說 他們那群朋友都很欣賦的 劉委員 你自己暴著這個風險 是不是 下屆有沒有什麼給你做都成問題 你都是這樣去撐我 是啊 我又跟他說 我說 為什麼這件事 能則徐話 苟利國家的生死 以起因禍蜂被吹奸 你想想 如果說明的話 彭德華元帥 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國務院副總理 國防部長 中央軍委的副主席 是不是 開國元帥 他的榮譽大過我們一百倍 在廬山會議的時候 他見到那個大躍進 是吧 人民公社 總路市那些所謂的三面紅旗 左的政策 搞到餓死人 所以他就聽聲而出 這個寫信給毛澤東 直式騎飛 後來裡面呢 他就被刀專過來 說他是反黨 陰謀家野心家 有機機會主義 反黨集團頭子 危君子 結果到文法大革命做 鬥到死非成 但在現在來說 大家都知道 正確的是彭德華 創的是毛澤東 是吧 彭德華 他的明星 與廬山同在 與日月同輝 明天來說 我說 我們一個全國政院委員 是吧 是吧 算什麼呢 我們可以做一屆 敢說真話的委員 我覺得好過做四屆 當初我做的時候 可以連任四屆 做二十年 我覺得好過做四屆 只會拆鞋 只會鼓掌 這些委員 對不對 你只是 對不對 你都去拆鞋 只會拆鞋 對人民有什麼好處 對國家有什麼好處 對歷史有什麼好處 所以我覺得 你比如說 趙延海的事情 我跟他解釋 我說我跟他掃臉 謀言 沒有去為你發聲 當然你本身來說 那個 就是 悲慘的遭遇 是值得同情 但實際上 我是為國家的法治 來壓下 因為在 趙延海問題上 大興區法院 違反刑事訴訟法 124條 152條 168條 180條 違反律師法 31條 33條 犯了如期機壓不動 閉門審理 如期判決 禁見律師 妨礙上訴 五宗罪 所以我覺得 一定要有糾正 你現在國家 改革開放三十幾年 現在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外匯儲備全球 那麼一 實現了由階級鬥爭 向經濟建設為中心 改革開放的轉變 實現了計劃經濟 向市場經濟的轉變 實現了由革命黨 向執政黨的歷史角色的轉變 你這個很應該由 由人治轉變為法治的 做配套才行 這個法治呢 法治是講這個 目標公正和程序公正的相結合 革命黨就不是革命黨 它就要推翻政權 追求的是目標的正義 手段上可以說 無法無天和相打完 但是革命黨去打天下的時候 你是造反有力 亂了國民黨的法統和秩序 但是你現在自己坐高山 執政六十二年 你還不按程序辦事 不按程序辦案的話 違法這個程序正義的時候 亂就亂就你自己 所以我覺得 今年三月兩會期間 是吧 我在三月二號中 在那個經常貴賓室 未上飛機的 已經某方面打電話來了 劉先生 聽說你要在兩會期間 提案追究司法不公 程序不公正的東西 趙連海那些東西 我說是呀 古全大哥 不要提啦 這樣 我說有 我說可以了 我有分數了 分手是彩的數 好了 三月三號下午三點鐘 在民族開幕 那個全國政協 上午就是自由度 我就去了金融街 去談些事情 某方面的領導 就打電話來了 哎呀 劉先生 你是不是貴賓室 飯店啊 我說 沒有啊 什麼事啊 沒有那星期後 有些事跟你商量一下 我又是說趙連海那些東西 是啊是啊 這樣 這個你真是話頭聖味 我說 對不起 我現在在金融街 我沒有在飯店 有什麼就明天再說 收視頻 誰知道第二天八點多 八點鐘 就打電話來 啊 孟雄啊 你吃一宗餐了沒有 哇 我想減肥 日日日日平 礦泉水的雪鬼素 哎呀 對呀 下來八樓 我在八樓 你有事跟你談談 那麼 我帶了一份提案去 那麼 這位領導就 說 哎呀 孟雄啊 這件事 你搞成了 廢話洋藥 你裏面來說 不好提好不好 啊 我說 你有沒有看過我的提案 他說 沒有 我說 很簡單 你想我抽起的提案 不去上交呢 你現在先看一看 你看看 我可以去洗手間 過得了先 回來 看完了 看完了 我想我不提很簡單 你點出來 我這份提案 有哪句話說得不對 或者有哪個標點符號不對 都可以 你說出來我就不提 按得到 說得到 就行了 做甚麼不可以提 因為你對有法不依 必須要靈活 如果你對有法不依 常態化 覺得是這樣 沒甚麼所謂 有法必依 執法必嫌 違法必救 就成為一個空話 永遠都建設不到這個法治國家 社會永遠都不可以長治狗安 你只有司法公正 你才可以化解到社會的謀盾 如果不是的話 逼到人人變成楊佳 對你有好處嗎 逼成這個 那個人人變成那些 陳誠吳港 對你有好處嗎 我現在有朋友 因為你司法不公跟我說 我問他 是吧 在甚麼處理 現在這樣 我住在梁山腳 我問他 門牌是109 我問甚麼事 梁山腳好 108條 你才是司法不公 我供到爆 準備做第109條好漢 我問你知不知 唉 現在時機是很敏感的 會被人家利用來攻擊的 我已經這麼說了 盧山會議時候 彭德懷 向毛澤東提意見 糾正三面熊野創 叫他這個 不要提 把他打下去 到頭裡怎樣 餓死幾千萬人 我說我不會做這些 將軍會有回頭戰 我說都提 一定要提 我沒理由做縮頭公歸 結果 你陪伍來講 究竟都開會了 誰知道這個領導第一個發言 就說趙連海大爺 到此為止 甚麼甚麼七七 我坐在那裡 我講完 這卡就放在路面 就提去秘書處 叫他提 是吧 然後再說這件事 結果 坐在那裡 我們一個組 六十多人 有兩個全國政協委員 就發言 支持我 我就做了其中一個 我覺得 我拿回來 我可以提我人 你是做聯署 給我機會 你支持我 不用你 免得去街坊 所以 趙連海 早一陣子 首次在他微博發聲 他就提到 如果人人都是劉共鴻 人人都是大秘密 人人都是移民非 我們社會 人民的權利 就得到更多保障 社會就會更加美好 是吧 就是說 換言之 我們所做的事 其實 你會不會說 下一屆不給我連任 有這種機會 如果共產黨 開明些 或者我當常委 都未定 我就不會理這些 但是現在每日每時 我就在街上 無論馬路走 或者在茶樓 好餐廳好 各種公開場合好 很多數未謀面的 小巴司機 的士司機 普通的市民 或者街市裡面的街坊 大者 見到我都